你好,我是匈奴人 细胞的病情依然严重 彭丽媛掌控大局 虽然说前几天 细胞者会见了东蒂文总统和意大利总理 但是很多人都发现仍然疑点重重 特别是有人 比如说网络上著名的女作家 就发现了细胞者有种种疑点 也就是说除了新闻延迟以外 会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这显示他的视频是经过了仔细的 反复的长时间的加工 也就是说一切都显得很诡异 很不正常 都认为细胞者要么是病了 仍然在病中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前一段时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出现的种种问题 人们都在寻找答案 所以说最近传出来的消息 细胞者的确是在三中全会开幕式上 突然中风晕倒 不是在开幕式上 是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 突然中风晕倒 然后直接被人抬出会场 当然他第一件事情 嘴里都已经含了急救药 所以说给他抬去了以后 没有什么太大的生命危险 然后他立即被送到了暂时首长医护中心 不是在三中一医院 暂时首长医护中心 是一个军队的特殊的场所 细胞者据说当时醒过来以后 第一他也认识到病情严重 再说他也很喜欢神隐 这样的藏起来也不错 据说在病中的时候 他还能够听取一点汇报 然后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这说明他的病情相当的严重 细胞者本来对国内现在各种事态 比如说房地产危机 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都已经是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到现在更是杀手不管了 也就是说 这玩意你随着各个部门部长跟副部长 讨论自行处理 各个省的事务也是由省委书记 跟省长自行商定 只要不出乱子 就算你完成任务就不抓你 也就是说 习包子现在学习明朝的万历皇帝 明朝的万历皇帝 就是因为跟朝城发生争吵 万历皇帝不是生病 他是因为想做一些事情 结果大臣都跟他说 以前朝惯例 这个也不可 那也不可 所以万历皇帝一弄之下 就不上朝了 其实主要是万历皇帝 喜欢在后宫跟他的兵妃宫女们玩 因为明朝的宫廷非常庞大 有五六万 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七八万宫女 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 二十几岁的女性 所以说万历皇帝喜欢跟他们天天在一起做游戏 他觉得上朝面对着一帮的 像畜生一样趴在地上的大臣 他还振振有词胡说八道 他听了厌烦 所以他整整二十年都不愿意见这帮窝囊费 因为在他眼里的这帮人都是一些该死的农才 他心里想着老是不把你们的头砍掉 不把你碎尸万段 就算对你们不错了 为什么要见你们 见你们万历皇帝感到恶心 所以整个万历二十年里面他就不上朝 就什么事情呢 都是人们拿个批文来 都是这个 就是说呢 中书令拿个批文来 他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摇摇头就是不行 点点头就是行 其他的他就不问了 大部分工作他也不愿意问 他就说这个就跟这个中书令就交代了 你们各个各搞各的各搞各的 就好好给我干活就行了 这个不要什么事情都来侵蚀我 烦死了 现在呢 当然呢 现在就细胞着用万历皇帝的这个二十年不上朝 想来对付十字就很困难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同 也就是说呢 过去呢 因为中国呢 受这个儒家思想的观念的影响 万历就是二十年不上朝 全国人民也没人敢动 就大家都战战兢兢的 因为总觉得呢 这个天子嘛 是上天派来镇压他们的 就是注定了是要来整他们的 所以说呢 都老老实实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呢 毕竟呢 如果要是细胞子长期这样干的话呢 他会 就是说呢 遇到大的麻烦 这个呢 以后再慢慢分析 这一次呢 这个细胞子出面接待意大利领导人 还有东地文领导人呢 本身就是细胞子喜欢干的事情 而且呢 当时呢 医疗呢 就方面呢 给他采取了一些很极端的措施 居然他应付过来了 这个呢 也就跟我的分析类似 此前我就认为呢 这是他的医疗团队 因为细胞子的重分呢 现在看来呢 不轻也不重 就是说没有重到 让他这个 比如说口外眼邪 或者说呢 不能下床 或者说呢 是不能讲话的程度 但是呢 也是相当严重 因为现在呢 虽然他的医疗团队非常庞大 但也不能说给细胞子 换一个脑子 换一个脑袋吧 对不对 现在可以换很多内脏 但是不能换脑袋 所以说呢 现在细胞子的情形 还是相当严重 据说呢 这个细胞子呢 主要是呢 他脑子有点弱智 比如说张维维啊 这帮大师呢 都是非常狡猾的 所谓这帮国师呢 看透了细胞子 好大喜功 所以呢 天天无耻地吹捧 把细胞子吹得呢 是晕晕乎乎 总以为自己是大国领袖 要有大国担当 而且呢 他认为自己小手一挥呢 就能够影响人类命运 整个就是脑子不太正常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呢 就解释了 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啊 发出的文章都不太对头 比如说呢 解放军报呢 甚至发文章 批评这个个人说了算 呼吁集体领导 人民日报呢 与各大网站呢 经常的是好几天 不见到习近平的名字 据说呢 这些都跟习近平会议的时候 出状况有关系 当然一来是没有他的新闻 另一个主要原因呢 跟应急小组有关 因为当时呢 习包子一倒下 一晕过去 中央就成立了紧急应急小组 这也是中共的惯例 而且呢 这个小组长呢 居然是彭丽媛 蔡奇 王沪宁和李强呢 则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重大决策呢 三个人先协商 然后呢 交由彭丽媛拍板 如果三个人一致决定 都同意 那就可以直接执行 据说呢 彭丽媛呢 一向呢 是比较反感 这个一些国师 像这个 这个 这个金灿荣啊 或者什么张维 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 张维为啊 还有这个什么 乱七八糟的 这个这个这个 一些人呢 吹捧细胞子的行为 所以说呢 他认为呢 就是要减低呢 对习近平的吹捧 所以呢 在习近平不能说话的时候 彭丽媛就明确告诉几个常委 还有中宣部长等等 不要过多 过高的宣传席 这个时候应该降低掉门 而且据说呢 彭丽媛这个想法呢 还得到了 习包子女儿的支持 因为他们也都感觉了 中国现在局势危险 万一这个 把习包子吹得太高 习包子又本身又不能 就是实际上管理政务了 那将来呢 他们就感觉到将来很危险 非常的非常的危险 据说呢 这个习 这个蔡奇呢 是习近平的忠诚的农才 这个家伙呢 哪怕是习包子的尸体躺在那 别说这个 这个就是像万历皇帝那样 二十年不上朝了 就是 把习包子弄成木乃伊 蔡奇呢 都都会忠诚 因为蔡奇呢 就是靠这个无限忠诚 一步一步被提拔上去的 除了忠诚听话 像一条狗一样 他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 李强呢 据说也是一个驯服的农才 虽然他的忠诚 不像蔡奇那么决定 有点小小的狡猾 但是呢 总而言之呢 这两个家伙都是废物 无脑人 就相对而言呢 那个王沪宁呢 还略有一点 这个小头脑 现在呢 据说 习包子的身体呢 是死好死坏 情绪呢 更是非常不稳定 这个也是中风的一个后裔症 而且呢 看来呢 这个是很难吃好了 就是今后逞长一段时间 细胞呢 可能呢 都是这样在病中治国 这个 而且呢 尽可能的不在宣传上呢 据说是 不光是彭丽媛的意见 也是应急小组的共识 因为在这时候 如果再吹捧他 怎么样怎么样 那反而呢 会露出破绽来 现任中共高层呢 都是习近平 提拔的一群农才 只想供助习近平的牌位 所以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 哪怕习近平半身不遂 躺在床上 哪怕他偶尔的出出境 他照样能够维持统治 因为中共的这帮农才呢 就是特别中共中央委员会 全都是一群猪 可以这么说 他们就是因为是猪 才会被层层提拔上来 因为细胞子 花了十年时间呢 把一群猪 换成了一帮的狐狸 以前呢 可以这么说呢 从这个邓小平呢 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呢 中共中央委员会呢 都是一帮子狡猾的贪官污吏 而现在呢 这一帮子呢 都是一群呢 虽然同样贪婪 但是呢 却非常愚蠢 都是一群 跟习近平一样的 就是二百斤猪罗 所以说呢 他们这帮猪罗呢 当然就担心了 如果这个传承了 细胞完蛋了 他们不知道 新主人怎么会收拾他们 反正他们感觉到呢 那会非常糟糕 因此呢 他们只想维持现状 所以总的来看呢 中共呢 也就会这样 慢慢的烂下去 一天一天烂下去 另外呢 就是德国政府 板起面苦训斥中共 德国政府呢 针对其联邦 这个政府部门 2021年遭遇 网络攻击一事呢 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 德国人是很认真 很执着的 最终呢 发现是中国 网络不对 暗中发动了攻击 所以今天呢 德国政府严厉的召见了 中国驻伯林大使 向北京表示严正抗议 而且呢 这是德国几十年来 首次对中共 胆起面孔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塞巴斯天尔 费斯尔表示呢 德国政府从情报部门 获得了可靠的信息 表明呢 中国干了这些坏事 对德国呢 构成了损害 所以德国政府 以最严厉的措斥 来谴责中共的这种 恶劣行为 据德国情报部门 那个分析说呢 中国这种间谍行为呢 是为了窃取德国的机密 而且呢 当时呢 中国黑客呢 毁坏了德国一些 相关机构的终端器具 所以说呢 给德国造成了 严重的损失和威胁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费斯尔指出呢 德国政府上一次召见 担起面空 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 进行训斥 还是在1989年 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 发生之后 也就是说呢 从那以来 这个三十多年里面 德国人呢 都还是和颜乐色的 对待中共 但是现在忍无可忍了 目前德国跟中国的关系 已经日益紧张 主要是双方呢 因为中国呢 想做一个制造业大国 想成为全球工厂 而这个德国呢 更是 它主要的立国产业 就是制造业 所以两国的矛盾呢 正在愈演愈练 而且呢 德国呢 它也必须要 更多的考虑 自身的安全 因为它认识到呢 中国的公司呢 都是间谍企业 所以德国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德国禁止 大众集团 向中国传播工业公司呢 出售燃气能机业务 另外呢 中国呢 德国呢 也决心淘汰 使用的 就是德国的那个 5级无线网络体系 使用的 华为和中信公司 生产的网络和设备 所以从种种情况来看呢 这个德中关系 未来呢 将会非常的对立 是 感谢观看